那今天宏達電在消息面的激烈下亮燈漲停了 另外還有幾檔電子股跌身反彈 該怎麼觀察呢 另外還有哪些個股可以提供給投資人參考 是 當然我們如果看這個跌身反彈的一個指標股 其實除了主持人剛剛提到的GPK宏達電之外 其實還有包括一些像需要的部分 跌身了之後初步的指紋 是不是能夠吸引一些資金買盤的一個進駐 這些都是跌身個股裡面大家關注的一個重點 當然跌身的電子股除了一個技術面上的反彈期待值之外 還有第二個重點就是 我們看看它的一個價值是不是浮現了 比如我剛剛提到的這樣需要的部分 前三季可能有機會賺到2.97元 那這個股價上面也是發揮了一個那種價值性的一個吸引力 也是吸引市場目光的一個焦點 類似還有像這個零藥的部分 雖然說這個大家比較擔心三星的訂單 是不是還像以前一樣那麼的多 所以第三季第四季會不會能夠維持上半年的一個榮景跟風光 但是我們可以再回頭來看 就是說這個時候如果回應到它的一個本益比相對已經低的時候 其實還是會有一些價值型投資的資金進駐 這也就是基本面跟技術面互相搭配的一些指標 值得大家來做一個留意 那另外在這個留意觀察的一個重點 明天的一個週末行情之前 我們會建議大家不妨可以留意一個區塊的太陽能的部分 特別是像高價的太陽能碩合的部分 在十字線306元有沒有發揮一些支撐的效果 那像新日光的部分 昨天大家擔心的是跌破月線的一個支撐 但今天也能夠發揮一些抗跌的一個力道 能夠有所拉升 那當然大家也是在期待 十月過完了之後 十一月十號之前要公佈的這個十一月份的營收 整個太陽能的族群還能不能夠繼續的趁盛追擊 那新日光剛也特別提到 看技術面之外也可以特別留意一下 它在這個投資電廠上面相關的一些基本面的一個訊號 那這個部分裡面也是 今天我們整體上提供給大家觀察 這種資金效應持續下去的一個情況之下 可以做一些選股不選市的一個操作 是的 那麼謝芬醫師那大盤部分呢 我們持續觀察20日線8線再賣27點 那明天呢可以留意的是太陽能族群